有4家轉成 現在有351個房間 轉成這種加強版防疫專責旅館 坦白地講 它就是我們台灣版的方商醫院 特別今天要謝謝凱撒飯店 他們從即日起成為台北市的防疫專責旅館 防疫旅館 雖然有6800多間 我們現在給它分成三級 第一種叫一般防疫旅館 就是跟過去一樣 就從國外進來 在那裡停留14天 有症狀就給它撈出來 沒有症狀才讓它進入台灣社會 另外有些防疫旅館 它是專門在這個 收那個 居家隔離的那種病人 比方說有確診者 那就被框 我們就要框第一圈的 要設定居家隔離 那坦白講在台北市不見得有辦法做到一人一戶 所以目前這些人 我們就可以給它有專責的 防疫旅館轉成 專門收這種 居家隔離的防疫旅館 80%的病人 只要有個地方 可以這樣嚴密的監視 讓他確定過了10天也沒有問題 其實這些人再做個PCR檢查 如果他都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他可以重新回到社會 因為事實上 這個病毒你知道 除了某些變種病毒也許比較強 大部分的新冠肺炎的感染 這些人只要撐個10天 那也沒有什麼 他就很輕微 也許喉嚨痛、流鼻水這樣 那就過去了 那在檢查病毒也沒有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有些旅館是專門在收容 他快篩出來是陽性 PCR是陽性 先放在那裡觀察 因為如果把這些沒有症狀 症狀輕症的病人 全部放在醫院的話 會把醫院搞垮 加強版防疫穿折旅館 有些拗口 其實就是集中檢疫所 就是說 他是確診者 但是症狀不明確 所以我們給他擺在一個有醫護人員監視的地方看著 那麼現在我們已經有4家轉成 現在有351個房間 其實我們陸陸續續 把一些比較大型的防疫旅館 要轉成這種加強版防疫專責旅館 坦白地講 他就是我們台灣版的防傷醫院